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修一个电磁炉 这个电磁炉故障描述是不开机 我们来上电看一下 现在已经上电 开机 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我们猜看一下 螺丝全部倒掉 我们首先是来检测一下这个开关机的按钮 有没有问题 好 经过我们检测 用手按钮下边 这里的指示无穷大 说明按钮已经损坏 换按钮之前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控制板上 5V电压来了没有 经测量 5V电压为0 看来这个炉子毛病不是单一的 测量一下220V电压 已经加在主板上 5V电压没有 按钮上面也没有电压 接下来我们要把主板拆出来 先从主板修起 板子已经拆下来 我们测量一下保鲜已经开路 说明后面有严重的短路 我们翻过来测一下IGBT 果然已经短路 测一下桥堆 居然是好的 腹垫的下游垫阻均还没炸 应该这边没事 接下来我们把IGBT拆了 把保鲜装上 看下斧垫这么正常 好的 IGBT已经拆掉 然后我们保鲜已经装上 现在上电试一下机 好的 上电看到炸不炸就完了 有一个风鸣器的响声 这个是好灶头 测量5V正常 再测量18V 19V正常 接下简单的解采一下驱动电路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把IGBT装回去 4G 好的 已经测量驱动电路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以前的 这个原装IGBT是15N120的 45N耐压1200伏 找一个25N120的代替 功率更大 然后我们上之前的测量一下 这个耐压足不足 好的 如果耐压低了上去就炸啊 看一下实测耐压1250 没问题啊 这个也是1200伏耐压的 有些标示1200伏耐压 实际耐压只有1000伏或者800伏 好的 已经装上 我们接下来上电试一下机 上电 风扇已经转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灭板 也已经有显示了 灭板5伏非常稳定 按钮两端也有电压了 接着我们更换按钮 哈喽 他们按钮已经换上 然后试机一切OK 就想学习电磁路维修的老铁 左翼家小黄车有教材 感谢大家收看